我超愛聚菌夜的 超愛超愛 那種動心不一樣 它不是愛情的動心 而是覺得 太棒了 有這樣子的男人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好男人 佳亞丸上一一產 受益人曝光 動心聚菌夜 原來世上有好男人 我從來沒有遇過 醫生這麼直接 他直接告訴我 這時期會死 要你的死 要你的死 他的口吻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讓我嚇到我 我整個腦袋一片空白 55歲的金曲歌后詹雅雯 去年罹患帕金三世症 已經中度萎縮的左腦 歲月被發現 長了動脈血管瘤 原本以為裝了支架就沒事 卻又在右腦間插出 兩顆血管瘤 雖然還會脫離險境 詹雅雯8月13號的 高雄巨蛋演唱會 仍然如期舉行 預計演出後 二度如願動刀 明年的9月以後 就算比較平安了 因為他是要經過動脈 從屬西部的動脈到 心臟動脈到頸動脈到腦動脈 一路的窗管 好長啦 這段路 你血液要暢通的 但是又要平穩的 因為你現在在吃 抗瘟血系的藥 你有算過你一天要吃多少藥 現在有到40顆 醫生打了一張單紙 肉肉的 血症 不能便秘 每天要吃血藥 你便秘會用力 你一用力的話 他會中風 可是唱歌需要用力 所以這次的演唱會 我會害怕是因為 我忽然間不會唱歌 將所有30年來唱歌的功力 一夜之間就廢掉了 8月13號最害怕的一次 因為現在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用力 這次的演唱會呢 我把它稱為是萬人的告別式 可以告別病痛 告別疫情 告別失戀 告別不如意 告別所有的不順心 我的歌聲是用生命唱出來的 不是用喉嚨喊出來的 雅雲姐妳的遺產都已經都 是 規劃好了 是 有大概的數字出來 上映 我都簽出好了 放棄急救 然後器官捐證 皮膚 骨頭 臉角膜 肝臟 心臟 可以的 都拿去用 我不需要討會 我不需要領塔 我不需要追思惠 我不需要報別式 樹脹就好了 有想好地方嗎 沒有 隨時隨地 自由之戰 毫無掛礙 我很感謝我得了帕金森 如果沒有帕金森 我沒有辦法 去例行性的檢查我的腦部 也不會發現了 腦動案血管流 但是我這輩子最愧疑的 就是我自己 我沒有好好的愛心我自己 我要學習的是愛自己 因為我一直在愛別人 甚至有很多人還問我說 你要出櫃嗎 嗯 哈哈哈哈 我說 你們有搞錯哪個雅雯嗎 你穿得那麼中性 你是不是要出櫃了啊 你是異性戀 還是懂性戀 還是 還是雙性戀啊 這樣子 我對這些議題 我完全沒有排斥 我非常信任的接受 我覺得 這一切都是美好的 因為我覺得我上輩子 已經把感情的功課 結業了 所以這輩子 我沒有感情功課的牽絆 我沒有遺憾 那你有沒有想說 想去哪裡玩啊 我想出國 不管能不能出去 我就是想出國 我應該會先去韓國 然後又因為那個 拒絕業的事情 所以 我很想去韓國 我超愛拒絕業的 我喜歡褲龍 我太愛褲龍 超愛超愛 那種動心不一樣 它不是愛情的動心 而是覺得 太棒了 你這樣子的男人 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好男人 不是說其他男人不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